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晚迷早晨節目 剛剛早上跟大家說了馬拉利正式貫算 雖然號碼還未有,但語無意外可以加上萬聯 萬聯官方也說了 今晚凌晨3時有場友誼賽,或者季前熱身賽 對著星班馬的賓福特,Banford 首先跟大家說說我們有什麼人可以踢 因為最近的季前熱身賽,這也是重點 究竟誰會上陣,但Buno和雲迪碧已經回到球隊操練 看看會不會今場球上陣,機會當然少了 蘇斯一柴說了今晚,星期三的他們晚上,我們是凌晨 星期四的凌晨,會有三萬個球迷在球場裏面為我們打氣 剛剛踢完兩場熱身賽之後 蘇斯一柴可以再看看自己的選擇 看看可以給多些比賽的時間,給一些有機會開季正選的球員 其實另一個訪問中,蘇斯一柴也說過 他說,有時我們始終未齊腳,尤其是踢歐國杯,南美杯那些球員 還未歸隊,所以他說在季初誰有狀態,誰有能力就會先上陣 儘管看看我們季初的比賽會不會是這樣的 雲迪碧和Darlou仔有機會坐牌 因為已經回來訓練兩三個時間 但是,軒仔也回來了,Buno也回來了 但是他們兩位,因為昨天才回來了 所以,連坐板的機會都很小 另外,McTominay回來了一段時間 應該很大機會可以上陣 但泰利斯的受傷比之前估計嚴重 可能要9月才能夠復出 這件事就麻煩一點 因為我們左閘只有蘇爾 蘇爾也做未放完 究竟有沒有狀態,還是要靠Bandon Williams 或者其他年輕球員呢? 真的要看看怎樣 蘇西特就說 我們現在多了球員回來了 軒仔就回來了 好事來的 但今晚這場比賽還未準備 Darlou仔和Darlou仔 Darlou仔和Darlou仔 已經在訓練了 訓練了一段時間 應該有機會後備入體 Buno也回來訓練了 但還是那一句 Darlou仔都還未準備好 這個始終 有這麼多代表國家隊的球員 這個 還放假 真的很難選人 另外 Layton Bishop 和 聰仔 講英文 聰仔 已經去到外界球會報道 所以 不會在現在的前身賽上陣 我們就8月14日第一場 對列斯聯 這裡 蘇西特繼續說 我們當然有很多年輕球員 希望可以踢比賽 他們也是很享受 這個季前的熱身賽 始終 我們就 在 當時 白流浪那場 連續那麼短時間 失了那麼多球 在下半場 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但我們看下去 從好的方面 就是我們 球隊的隊形 就好一點 尤其是 在這個 防中那方面 就是比較上 多些 有經驗的球員 也有些 新人 希望 我們可以在 奔福特這場 看到更加多 這件事 就是在防中那方面 究竟我們 怎樣可以加強 是用馬迪 還是 可以多給新人 因為 麥湯 就回來了 但輝特還未回 就是說 如果我們打雙防中的話 就可能有麥湯 但輝特未必可以 那究竟用馬迪 還是用 James Gardner 或者Dylan Leffert 這就是蘇斯亞柴會 跟大家說 現在都在考慮的事情 現在訓練的團隊 越來越大 也有多些 有質素的球員 回來了 所以可以一層一層 油油加上去 但是 我們做時間 就不等人的 球季即將開羅 所以 這就是蘇斯亞柴 剛才我說他所說 就說 誰最健康 誰最有狀態 就有機會上陣 在季初 這也是很合情合理的情況 因為 說真的 你幾好質素的球員 如果 你狀態不夠 還未準備好 強行放你上陣 就只會 只會 另外這一節 也會 先交代一下 由於 都是季前二次生賽 也都未齊腳 所以 都不會 大家當然可以留意 心水最佳陣容 但就不會做 大家心水的環節 即是六點鐘截止 或者八點鐘 再錄一集節目的環節 我想要去到 起碼都是愛華頓 那場季前熱身賽 或者甚至烈斯聯 那場影視比賽 才要玩回 我們去年做的事情 現在這幾場 和Preston North 這兩場 都是大家隨心 喜歡留 就可以留下 看看你猜不猜得中 但是 我們就不會有 另一集節目 再跟大家分享 因為始終都是季前熱身賽 又未齊腳 實在變化實在太大 但是 今場球特別 由於是 星巴馬 賓福特 我自己對他的認識 都不大 唯有走去 他們的觀望 看看是甚麼 但是 看起來也很有趣 待會再跟大家說 但之前 我就知道 我們有幾位高手 很熟悉 英冠的球隊 賓福特 他們曾經也介紹過 Ivan Tony 我記得那個射手 所以 希望 那幾位朋友 可以幫幫忙 在留言說說 賓福特 這個 轉會槍 究竟做了些甚麼 去令到 他們在英超挑戰 以及今場球 如果看對手來說 我們有甚麼要留意 就麻煩你們了 順帶提一提 我也做過一集節目 關於賓福特 就是說他們這關球會 怎樣可以在短短一段時間 一個新的班主 帶領他們 不斷升班 終於升到上英超 還有他們的理念 大家記不記得 他們很著重數據 每一個年輕球員 他們都會看大約 三四十場球 的數據 才決定他們的質素 也都到處找一些 失意軍人 可能在一些大球會 做清訓 但就被人放了出來 入不到一隊 但原來他們發覺 都很有潛質 其實他們賓福特這隊球 就是給了機會 這班球員 也都令到他們 很有鬥心 令到他們 在一個 爭絕 升班的情況之下 就越 越升越高 現在終於升到英超 但我現在就去到他們的官網 那裡看 很有趣 整個官網 頭版都沒有說這場 反而就說 他們就在4-4-2的Season Preview 即是4-4-2的一個媒體 另外就說 有一萬個支持者 就變成他們的My Beast 他們的 參加 然後就說 聯賽杯 就這個禮拜開始 這樣 所以挺有趣的 就沒什麼怎麼說 先回答 聯賽杯開始 就沒什麼怎麼說 他們的 這場季節新賽 繼續賣球衣 接著就已經說 他們對阿仙奴那場英超比賽 賣票情況 所以我覺得有點奇怪 不知為什麼 完全沒有說這場比賽 譬如他很開心的 就是The Athletic 終於有一個專門的人 去Cover 不是專門的人 就是起碼 有一個專門的Cover Cover 賓福特 我想對於他們一隊 剛剛升班的球會 真的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很有趣 還有一些去年的比賽精華 要是Member才能看回 所以其實挺有趣的 就完全沒有說這場友誼賽 如果我是一個奔福特的球迷 只看官網 就不覺得自己有一場友誼賽 所以這件事 我就不太知道為什麼 也想問問 那幾位比較英貫熟的朋友 知不知道有沒有什麼特別原因 是這樣的情況 我真的不知道 但無論怎樣也好 今晚這場球 希望我們多了一些正選的球員 或者一隊的球員 就可以排在一個比較上 接近我們英超開羅的陣 也要看看 老實說 究竟我們開季會是什麼 這場球 或者下一場會更加 看到多些端藝 但老實說 去到愛華頓那場友誼賽 記得留言說一下 你們這方面的擔憂 擔憂有多大 但是 相反方面 我們也有好的球員加盟 又有新組 又有華拉尼 大家可以說一下 你們究竟怎麼看我們貴初 是時候開始要 開始談的了 OK 今次來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收看 拜拜